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男星约翰·曲夫塔合作电影 火爆浪子而走红的奥利维亚纽顿墙 在美国时间八号传出在南加州的家中过世 享受七十三岁 政府也向外界证实 他是在亲友的陪伴下安详离世 出身英国的奥利维亚纽顿墙 随家人移民澳洲 以歌手身份出道后唱而优则演 被澳洲视为国宝级天后 还受邀在雪梨奥运开幕典礼现场 他的一首Physical更是红遍全球 最近还登上了人气美剧 怪奇物语第四季 掀起一波回忆沙 不过奥利维亚在一九九二年 被诊断出罹患乳癌 展开了三十年的慢慢抗癌路 期间两度复发 他因此积极投身公益 创立基金会 致力于推广植物医学对抗癌症研究 还曾经推出乳房自检工具包 持续呼吁女性重视乳癌风险 奥利维亚离世的消息传出后 一幕情人约翰·曲夫塔 在推特上发文 说奥利维亚让所有人的人生 都更加美好 也有许多粉丝聚集在好莱坞星光大道 用鲜花缅怀这位一代巨星 华视新闻独一马独告和佑飞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